十一,香港商報,蘋果表銷情差隱可穿戴市場警惕 2015年7月12日國際時事A05科技觀察蘋果手錶的銷量較最初上市時相比下滑了90% 每日僅能賣出2萬隻左右,更為高端,利用率更高的純金版本更少有人問津 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報導,狂熱那份的追捕和第一批 在常先用戶後,外界對上市不到三個月的蘋果手錶的熱情正在迅速冷卻 和之前不少人所預期的那樣,蘋果並未能成功地向市場證明 目前蘋果手錶是一款人人都需要的產品 這款蘋果後橋布斯時代的全新產品,未能重現蘋果之前新產品上市所取得的輝煌戰果 蘋果公司過去指導市場,教育消費者的神奇魔力似乎也失去了效用 用戶吐槽,不好用屏幕細無論在智能手機還是更寬泛的移動設備領域 蘋果在行業中的領先地位無容之二,在可穿戴設備者一全新領域 蘋果的出師不利,或多或少會對整個行業造成打擊 擁有可穿戴設備領域專利數量最多的三星電子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 蘋果手錶銷量不介,或將市行業不得不重新評估可穿戴設備市場 同時對於相關產品的研發、推廣等也將作出調整 在經歷了上市初期的熱碰後,人們對蘋果手錶的熱情就減 吐槽聲又多了起來,聽到很多蘋果手錶的第一批用戶抱怨 最直接的描述便是不好用,打開幾乎任何一個蘋果手錶上的程序都要等待很長時間 再者,與其聽光收拒售 屏幕看,不如直接逃出手機來看 高端版本更佛人民進分析指出,蘋果手錶針對不同消費人群的不同版本的市場定位 也存在問題,普通版的蘋果手錶和高端的降劑或純金制蘋果手錶在功能上沒有絲毫差別 僅僅是造工材料上的差別,這樣很多想像先的用戶紛紛選擇購買最低端的運動版蘋果手錶 同時,在大多數人眼中,蘋果依然是大眾消費品品牌 與奢侈品品牌的概念相去甚遠,儘管蘋果剛剛宣布要推出高端奢侈版蘋果手錶的消息 讓很多頂級名表品牌行購稅 了一下,但事實證明,這樣的緊張起碼目前看來有些多餘 但事實證明,調得很快,請很多圓店 雲,賀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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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雲,賀錶,雲 平定,雲,賀錶,雲